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牙越来越黄 总有需要做牙齿美白的时候 那上网做一下功课呢 我是真的被吓到了 就给我一种全网都在diss牙齿美白的感觉 那做牙齿美白就真的一定会损伤牙齿和牙龈吗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艾牙口腔医院的全院长 对她进行一个小小的采访 真人实测在后面 别急 听懂原理先 牙齿美白一定对牙齿有害吗 嗯 这个不是绝对的 请简单解释一下医院进行冷光美白的原理 主要是将药物渗透到牙本质小管里面 然后通过蓝光的照射产生氧化还原反应 从而达到牙齿美白的效果 家用美牙仪和医院做冷光美白的区别在哪里呢 呃 家用美牙仪蓝光的强度是达不到4008到5002之间 没有蓝光的照射 我们就产生不了氧化还原反应 其次就是关于这个过氧化氢的药物 如果是家用的话 它是没有牙齦保护剂的 腐蚀牙齦对牙齦有害 那第三点 如果既不是过氧化氢 又没有蓝光的照射情况下 又能使牙齿变白 那么这款家用的美白剂 可能是酸性作用很大 使牙齿表面脱矿 即便达到白的效果 那么它是不可逆的 我们带来两款家用美牙产品 您觉得这两款产品可以放心使用吗 这款它是可以说是山巫产品 没有牙齦保护剂 没有医师来完成 所以家用的话是对牙齦有损伤的 这个品牌还算很大 过氧化氢成分非常少之又少 它可以作为美白之后的一个巩固 有没有人不适合做牙齿美白 重度的四环束牙和扶斑牙 是不建议做牙齿美白的 如果牙黄到了影响形象 一定要做个美白 那推荐一个美白方法吧 如果很黄 但是要求很高 我建议可以用贴片的方法 但是贴片也有失音症 具体情况还要到医院检查 美白适合于不是很黄 但是可以改善一点 或者作为一个巩固 问答时间结束了 那拆解作为课代表呢 给大家总结一下最主要的几条原则 第一点呢 就是医院里进行的牙齿美白项目 理论上是不会对牙齿和牙龈造成任何伤害的 第二点呢 是进行牙齿美白项目的这个医生 以及他所工作的医院 还有他所使用的牙齿美白产品 该有证书的有证书 该有批号的有批号 第三点呢 是医院进行牙齿美白所使用的这个产品 它都是标注了过氧化清的含量的 而我们自己买的牙贴也好 微商卖的美牙衣里面的凝胶也好 都是没有标注过氧化清含量的 最后一点呢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不要在家里进行任何自己操作的牙齿美白项目 牙齿美白这个事儿 一定要交给专业的职业医生来进行操作 那根据刚刚医生给我们科普的知识呢 像微商卖的这种桑无产品呢 就让它消失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简单对比一下牙贴和医院牙齿美白项目 分别能让牙白几个度 我们请来了两位同学帮我们进行实验 首先呢 是拆解的好朋友依姐 她进行的是医院牙齿美白项目 那美白开始之前呢 上下牙色号分别是2M1和EM2 接下来就开始进行洗牙和牙齿美白 上下牌的牙齿色号分别前进到了EM2和EM1 不同的牙齿变白程度不同 整体上基本白了2-3个度 那另外一位小伙伴就是她妹 她用的是夹接式的牙贴 使用牙贴之前呢 她妹的牙齿色号在2L1.5 贴了一个小时的牙贴以后色号 还是2L1.5 那在整个测评过程中呢 医姐没有明显的牙齿不适感 而她妹在使用牙贴以后 嘴里一进风 牙齿呢是嗖嗖的凉了 那测评部分就做完了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家用牙贴过氧化氫含量比较低 即时效果不明显 虽然说比如要坚持使用一周才能见效 但是呢不适感比较强 医院做牙齿美白的话 保护措施做的会比较好 不适感较轻 即时效果比较明显 而且照医生的说法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 一次美白可以坚持两年左右 有效期还是蛮长的 总的来说 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做牙齿美白 一个是做之前会检查牙齿的健康状况 二呢是对牙龈的保护做的比较好 三是不适感比较轻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看我们之前的视频的话 请到微博来关注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